大家好 给大家聊一下美国大选的话题 这是最热闹也最安全的话题 因为聊这个 你说的在那个什么也没人会找你麻烦 就是两边人吵啊 就是很奇怪 就是支持川普的和反对川普的吵架 本来应该是支持川普和支持拜登的人吵架嘛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国内几乎没有人支持拜登 少数 极少数支持拜登的 一般都是支持川普的跟反川普的人吵架 其实这种人真的是 可能没去体育馆看看比赛吧 是吧 你要去体育馆看比赛 你只能给你自己喜欢的球队喊架有吗 你其他对手球队你敢喝倒彩吗 打不死你 人家球迷就把你打残 是吧 在网络上就是这种人冒出来 那特朗普这样有问题 那也有问题 又是募捐的钱都干干嘛干嘛去了 那个在职基金给他们酒店磨了多少多少 什么私利 这些人其实纯粹是脑子有问题 真的是脑子有问题 特朗普有经济问题 人家民主党查不到 让你一个查出来了 让你知道了 这些人的主要是智商就有问题 真的智商就有问题 再说一下 这点不提了 说另一个话题 就是说 这两天一直在传什么 特朗普快点抓人了 对手直接抓起来 不就结了吗 大法 最高法不判案 把那些跳出来的人都给抓了 说什么林肯当年也抓过大法官 我一听这个好像没对劲 虽然我也是支持特朗普的 但人家 林肯当年好像没抓过这个 没有抓过大法官 林肯当年的背景就是 1818 他是1860年当选的 那个当选的 1860好像也是庚子年 虽然的话 2020庚子 1860也是庚子年 1860年当选的庚子年总统 他是主张 主张主张 废弃奴隶制的 这是他的纲领 然后南方要蓄奴的 他是北方 他要废弃这个奴隶制的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搞内战 搞分裂嘛 然后林肯的 林肯的 意思 林肯当时就是下令 你要抓这些人 林肯要抓人 但是大法官不同意 说你没这个权利 干这种事情 因为 那个 这些人是受宪法保护的 叫那个什么 人身保护令 然后林肯就跟这个总统 林肯总统就跟这个大法官 有有这方面的矛盾 林肯要抓人 大法官说你没这个权利 你法律没有赋养这个权利 但是林肯 就是 无视了这个 无视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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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法官的 就是他们两个位置 对着这个事情 闹得矛盾很大嘛 就是林肯就是要抓这个人 后来搞出了一个什么 人身 人身叫那个什么 人身保护令暂停法 就是说 我现在断 我现在实行这个 人身保护令暂停法 就是说你现在 现在是戒严了 军管了 我要抓你了 你现在不受什么 人身保护令 不受保护了 大概通俗的讲 就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说戒严 我现在就要 把我要抓的人都抓起来 这些人要搞分裂 所以我要把他抓起来 这是当时情况的大背景 是这个样子 大法官跟林肯的矛盾就在这里 大法官说你没这个权利 林肯说 我就是要抓这个人 然后 然后 大法官说 只有国会才有权 终止人身保护令 他下令要求 放了那个 林肯抓到的那个人 林肯 林肯对这个 对大法官下的这个命令 置之不理 林肯就说 林肯认为 宪法上 事实上 确实赋予了总统 终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利 反正 两边就是吵嘛 最终嘛 林肯还是妥协了 他还是去 国会 申请的吧 就请求国会 授权总统 授权总统 暂停这个法案 暂停那个 人身保护令 是181818 两年后吧 两年后三年后 1863年的时候吧 就是国会通过了这个法令 但是他抓人是之前抓的 抓人 人已经抓了 法案是后面通过的 反正当时就闹了这个矛盾 为什么说林肯伟大了 是吧 首先第一 他就是 他在废除了黑奴 这是一点 第二 他在关键时候 没有让美国分裂 就是他无视了美国的 最高法的 那个命令 把要抓的人抓了 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故事背景 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背景 林肯没有抓人 没有抓那个大法官 所以网上传的什么 林肯连大法官都抓过 这个 呃 误传 这个是误传 或者说有人故意编出来的 就是 自媒体嘛 收割一下那些 那些 那些激辛澎湃的人嘛 就是那种 比较缺乏脑子的人 缺乏这把历史知识的人吧 是吧 呃 林肯 庚子年上任 但是他后来 被暗杀了 被人枪击死了 呃 这个有点可惜了 这个有点可惜了 说他是 那个人说他是暴君 把他给打死了 哎 这个 其实 但是林肯没有抓这个大法官 但是他好像 我这里看到查到资料 他好像 呃 把另外一个法官给 给废掉了 因为他搞了一个什么 那个 他是把整个特区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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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哥伦比亚整个特区的 那个 法庭给废除 后来又找了个借口 就 就 又 后来又重新组建了 但是 但是被他 被他废除的那个 他 他 他就是因为那个法官 那个叫什么 美里克 他就 就是因为那个法官 不爽 所以他 直接废除了这个法庭 然后 重新组建的时候 那个法官就不在了 也是因为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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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保护令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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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事吧 反正 反正就是说 林肯当时是 不仅要 不仅要对付 几个南方州 南方州是富裕州 因为他们蓄奴嘛 他们工业 工业 工业 成本低嘛 劳动力便宜嘛 奴隶 没有劳动力 管考犯嘛 是吧 所以他要对 对抗富有的南方州 他要对抗大法官 又废除了奴隶 又保持了 废除了奴隶制 又保持了国家的统一 他挑战了大法官 没有抓那个 Tony吧 还是叫 叫什么 叫 叫 叫 他没有抓那个 没有 没有 没有抓法官 但是他废掉了一个法官 两个法官 矛盾到的特别深 但他只 只是想 迂回的办法 废除掉一个法官 但是并没有抓那个 但是并没有抓法官 并没有抓大法官 是吧 但是那个 其实跟 其实作为总统 美国总统 跟那个 大法官起纠纷的 还有一个 叫那个 弗兰克林 弗兰克林也是 伟人嘛 就是 就是 不能叫伟人 伟人在 在汉语 汉语里面的伟人 感觉就是有点 骂人的意思 不能说他是伟人 就是 他确实很伟大 弗兰克林嘛 印在那个 美元上面 那个头像 就是他 他当时是 经济大梟条的时候嘛 因为他要实行 新政 刺激经济 这个 结果 结果大法官 屡次 屡次裁决 你 你的心智违宪了 然后罗斯福就 就 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 然后开始研究对策 首先他就想 那个 废除最高法的 这种 审查的权利 然后来 搞来搞去嘛 好像也 发现 民调不支持这一块 最终 最终 他是 他是想了 想了一个什么 叫 叫 把九个人 增添到 十五个人 叫那个填充 就是给最高法兑水嘛 好像也没有实行 反正他也跟 反正 反正他也跟最高法 连过很深的矛盾 这也是很伟大的一位总统啊 在美国历史上 所以说 那个 那这两位总统 都挑战过大法官 都挑战过最高法 但是 这两个 这两位总统 在美国历史上的评价 都是极其高的 在国家危难之际 这两个人 做出的贡献 确实是 后人很难 比肩的 但是 特朗普有可能 特朗普面对的 特朗普面对的什么 深层政府 左派深层控制的政府 那 从历史上看 今天的美国大选 首先 总统在特殊的时候 可以无视大法官的法律 大法官的命令 可以跳过最高法 直接实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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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保护令 暂停法案 就是 可以抓人了 就是 我一个行政命令 我就可以抓人了 什么时候 可以这样干呢 国家分裂 并开始面对这个 然后 特朗普面对的是 大选 被外国干涉 也就是说 特朗普还有一大仗没放 他可以宣布戒严 他可以 动用军队抓人 好戏还在后头 所以说 大家不要 心急嘛 特朗普人家智商150多 我们这种人急什么 虽然我也是 支持特朗普 我也希望看到他 马上抓人了事 但极有什么用呢 更不要为了 这个事情去吵架 不要就为了 这些跟 不要为了这些事情 跟反川普的人吵架 反川普的人 都是很低劣的一批人 你知道吧 他们不好意思说 自己支持拜登 他如果说 他支持拜登 我说我祝你 全家都跟拜登 跟拜登家里一样 他会说我恶毒 这是个梗 这是个笑话 一直在流传 这个笑话 所以说 没人好意思支持拜登 是吧 圈子里面 感觉支持拜登 就觉得很丢人 对吧 中国人的理念是什么 一家不扫 何以扫天下 你大儿子 吸都吸死了 四十多岁 小儿子也是 吸得不成人样 拜登就是个恋童癖 所以说支持拜登的人 都不好意思 他只能杂杂川普 杂也杂不动 川普真有问题 他轮得到你来发现 除非你是零狗粮的五毛 是吧 接到命令了 要带带风向 这种人 这种人我相信 有大别的在 杂穿的大部分 都是这种人 真正的脑子清醒的人 怎么可能会去砸川普 川普颁布的那些命令 那些制裁令 一个比一个看着爽 是吧 又是制裁高官 又是制裁共产党员 看多舒服嘛 是吧 多解气嘛 谢谢大家 点个关注呗